人人都爱家 爱家有方法 欢迎收看由会员过意 全球领先的特卖网站 唯品会为冠名播出的 恋家有方 我是今晚的恋家观察员 马可 一个人找到完美伴侣的概率 是多少呢 这个概率有人计算过吗 答案是有的 英国某大学经过研究之后 给出的结论是 1比28万5千 也就是说 每28万5千对伴侣当中 才有一对是完美的 他们的爱好 性格 生活习惯等等 都匹配得天衣无缝 人神贡献 然而 你 我 我们大多数人 却是那可怜的 28万4千999分之一 我们的婚姻生活 总是会有这样 或是那样的磕磕绊绊 这个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呢 是怨天尤人郁郁寡欢 还是夫唱夫随解决问题呢 答案显而易见嘛 好了 观察员呢 又要带大家一起去解决难题了 时间差不多了 出发 干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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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老婆 你看看 我们吃白米粥和咸鸭蛋 已经吃了快一个月了 别夸发事实啊 那我们上桌上明明吃的是白米粥和茶叶蛋 老婆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成语啊 成语不就一个嘛 我说的 我说的是有一个成语叫一曲同工 这不都一样嘛 竖子人你做的这些我再也不想吃了 你还吃不吃 什么叫还吃不吃啊 你这什么态度啊 老婆你知不知道早餐的重要性呢 从营养学的角度呢 早上一定要吃好还要吃饱 你看看你这么敷衍地做 说好听了你是不注重营养健康 说难听了你就是在慢性自杀呀 老婆既然上天安排你做早餐 你就认真做干一行爱一行吗 上天什么时候安排我给你做早餐了 上天安排的还不够你臭屁呢 你别跟我这样恶说了 白粥怎么就没有营养了 我本来就只会做白米粥 你也不是不知道 你倒是睡得想啊 我提早起来给你做早餐 你不谢谢我你还嫌疑我 在这个年代 多少女人不知道厨房在何处 多少男人不知道早餐为何物 是 老婆给你准备的早餐是过于单一了 但是男人千万要注意提意见的方式和方法 你心里要明白一个道理 哪怕是老婆早餐只给你准备了一根咸菜 当中也浸满了她浓浓的爱 熟悉我们节目的观众都知道 程宇她已经做好准备做死了 我嫌疑你什么了 舒子晨 就做饭这么点小事 一个女人最基本的事你都做不好 谁说做饭就是女人该做的事 你看哪个名处不是男的 行 做饭是女人该做的事 开车呢 开车是不是男人该做的事 你看咱们家车啊 大大小小瓣瓣瓣 不是你瓣的呀 你怎么男人最基本的事 你都做不好啊你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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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男人就得开车好了 谁说女人就得做饭箱了 谁 给我追 坐下 坐下 坐下你我坐 二人世界出现不和谐 谁 指责对方是最容易的事情 其实 如果你对某方面不满意的话 你就自己动手搞定了 天天搞得天崩地裂的 这何必呢 老婆 以后呢 还是我来做早餐吧 你是不是想我做的不好吃 老婆 我呢 是想让你多睡会儿觉 你看 你没人骑那么早 我想让你多休息休息 老婆 你真好 这就对了嘛 不露声色 把事情揽到自己怀里 一方面呢 可以解决自己 对于早餐的独特要求 另外一方面呢 又可以恰到好处地 维护老婆的面子 夫妻间相处 虽然不是外人 但也要照顾彼此的面子呀 对不对 听我呢 开腿 我 我能摘了吗 可以了 这也太丰盛了吧 老婆 你看 这个是中式的 这个是西式的 还有你最喜欢吃的培根 快尝尝 老公 你真厉害 我一个女人 都没有你做得好 老婆 谁说女人就非得会做菜啊 老公呢 可能平时就是嘴比较馋 喜欢吃 但你可能压根就没有我 这方面想 所以老婆 你答应我好不好 以后呢 每天的早餐 都由老公来做 夫妻间相处呢 说白了就是求同存异 相爱到结婚完成了求同 那存异呢 就是承认和接受彼此的差异 谁擅长什么谁就做啥 不看花 不看不看不看 谁呢 今天还是我开车吧 老婆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的车技吗 我是想让你多睡一会儿 老婆 谢谢你这么心疼咱家车 我是新的人 走 比孩子 比老公 比资产 比才华 人比人气死人呐 想要让人不攀比 开人 老婆你在干嘛 没事没事 老婆 你说我是看你 还是看电视啊 看电视看电视啊 累死我了 来来来来 老婆 你手怎么了 像得了帕金森呀 阿高 你不觉得我手上缺点什么吗 不觉得缺点什么吗 缺点什么 去帮我倒杯水吧 男人的反射弧就像恐龙一样长 一切的暗示行为都是自讨没趣 还不如直接了当开诚不公 倒什么水呀 你看我那手指 仔细看 胖了 胖什么呀 光秃秃的 你冷对不对 老婆 老公到时候给你买副手套 琼玉 我真是服了你了 我想要个钻戒 结婚的时候不是买给你了吗 你给我买那个我都不好意思带 不用放大剑看 都不知道是钻戒 老公 我想要个大点的 千呼万唤使出来 女人终于提出了这个小小的 但又昂贵的要求 你想要个大的呀 老公 我们公司那个小丽啊 人家都没结婚呢 他男朋友啊 就给他买了一个 那么大的钻戒 然后呢 他每天啊 就这样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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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撩头发 你知道吗 他也不怕把他那头发撩秃了 老公 我一定要比过他 一定要支持我 女人间的攀比 是没有硝烟的战争 当他们向男人求助的时候 就是吹响了战略联盟的集结号 男人此刻一定要考虑清楚 怎么样既守住钱包 又守住安宁 老公 老公 你过来过来 过来过来 马上马上 快点 来来来来来来 老公 你说啊 我买哪个钻戒能超过小力呢 老婆啊 我觉得你应该现在体重上超过他 我在外面收起 回家还要收起 你当我是热气球啊 你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说呢 你看 跟他不能比这些外表上东西 多活而不失啊 我们要比就比一些有品质有内涵的 就比如说你吧 你大学毕业 人家博士再多 年轻漂亮啊 你在行为下全是腿回头力 百分之九二九了 那工作经验你肯定比人家多吧 人家在好几个外企实习过呢 本想让女人自觉醒 我们有想到 句句不道 越描越黑 男人一定要小心啊 恭喜女人 你们满腔怒火找到了新的出口 我看你啊 就是脚尖口不给我买 你看 本来是女人间的战争 突然就变成了家庭内部矛盾 男人稍有差池的话 将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老婆 我的意思是说 你看看 这钻戒有什么好的 和碳分子的结构一样 还不如碳 还烧不了 米方和狗粮的分子结构还一样呢 你吃狗粮呗 老婆 你听我跟你分析啊 小丽为什么能拥有钻戒 那是因为她有男朋友 而没有老公 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当然有了 你看 圣女果和西红柿 车梨子和樱桃 她们是看似是一种东西 但本质上不是一种东西 我知道了 你就是说你不是东西 我当然不是东西 我 我当然不是不是东西了 老婆 我的意思是说呢 她们刚刚相处 正在热恋当中 那当然需要拿礼物狂轰乱炸了 但我们不一样 我们不都老夫老妻了吗 根本不在乎那些形式上的东西 程鱼 你根本没有一切丢我好了 老婆 不要跟女人讲道理 你讲得过吗 你跟她讲道理 她听吗 不要纠结在这种矛盾当中 赶紧掉转船头 搞不好下一秒就海阔天空 你说 你也没个钻戒 有戒指也戴不上 还有你 看什么看 讨厌死了 我的手 真的是 浪费了我的手 夏丽她男朋友给她买了钻戒 你是不是也想要 对 那就去网上看看买一个嘛 真的 老公 老公 我一定要买一个 比小令更大更亮的好不好 当然买 买 怎么会呀 我没看错吧 没关系老婆 我们把定期存款取出来 然后再把理财和保险全都退了 谁让我老婆想买呢 我老婆想买就必须得给她买了 好 那可是我们全部家当了 万一家里有个急事 怎么办呀 看到没 让舒子晨花钱 她反倒有些舍不得 老婆 要不然这样也行 我们可以成立一个钻戒基金 老婆 老公呢 以后上下班不再打车了 天天坐公交车 拒绝玩一切充值类的游戏 把省下的钱全都放在这个小盒子里头 给你买钻戒 老公 你太贴心了吧 老婆 这个呢 是我今天没有吃冰棍 省下的三块钱 也就是我们的第一笔巨款 拿着 女人的重点并不在于钻戒 而在于在面临问题时 男人的态度 对了 忘了提醒大家 端正态度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啊 照这个速度 要等到结婚 才能攒够买钻戒的钱吧 老公 你怎么啦 你还吓死我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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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地劝述自己 他会觉得 女人在变相地否定自己 还有 孙耀奇同学 你这样向命运 和杨凯低头的人生态度 是不对啊 是曾经教导我们 亡羊补牢 未未万一 这话啥意思啊 孙耀 创业 创业 没规划 没本金 突然创业 这个消息对于孙耀奇而言 无异于外星人突然入侵地球 我不同意 有什么不同意啊 因为你还没有准备好啊 我们不打无准备的账 别说了 我请你决定 江朝决心已定 孙耀奇又岂肯善罢甘休 但是他明白 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所以他准备动用强大的后援团 代表姐 慧安妮加入咱们 捍卫摇一坠小家庭 阻止江朝创业特别行动小组 我已经给爸妈 三姨父 四姑父打过电话了 他们都会力劝江朝 家里的亲朋长辈就是后援团的主力成员 他们最擅长的就是以多胜少 轮流上阵地为你洗脑 你不要小看他们啊 好多人的命运因为他们而改变呢 你的思想落后啊 现在时代都变了 很快 沟丑 我快没电了 沟丑 沟丑 你们都觉得我不应该创业 不是 你们都不相信我 我一定要证明给你们看 我一定行 没想到啊 亲友的连番劝说 反而激起了江朝的斗志 他已经将创业计划提上了日程 老公 卖衣服利润高 高什么高啊 你知不知道 我高中同学高珊珊 去年辞职开家服装店 结果呢 不到一年又倒闭了 还今天一屁过债呢 衣服不是我强项 卖面膜 你知道吗 我朋友圈卖面膜的不下一百个 厮杀太惨烈 好言相劝起不了作用 就只能用血淋淋的失败 想我他 你想卖文修 你个大老爷们卖什么文修啊 不行 你想什么呢 现在人最重要的器官是无味 我要开餐厅 啊 孙小琪没有想到 不仅没有吓住他 还帮他理清了思路 老婆 谢谢你为我指明创业的道路 你就是我人生的灯塔 不太合适 这首是唱女性的 我相信我就是我 我相信明天 我相信创业就能赚到钱 老公 我相信你 我支持你创业 我觉得你会成为全国 不 全世界 乃至全宇宙的 残影连锁巨头 老婆 你跟我想到一块去了 耶 我是你的老婆 我不跟你想一块 谁跟你想一块呢 对不对啊 咱们就甩开膀子 好好的打开一场 不过呢 在那之前 咱们先要好好地 认认身 有声 嗯 有声 现在不是流行微商吗 咱们也赶个潮流啊 现在朋友圈里做个外卖 你觉得如何呢 老婆 真是我的闲内助啊 反对不成就转而支持 这样 能行吗 我相信我就是我 我相信明天 我相信微商一定赚牛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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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僵士排骨香不香 哇塞 真是太香了 是外卖非常极其 真宇宙无敌香 老公 你可以走向宇宙了 这排骨跟咱妈学了一个月 我相信僵士排骨一定能赢得第一个客户的心 一定能赢得所有爱排骨人士的心 僵士排骨连锁店一定能成为每个城市的标志物 老公 你赶紧马上溜点吧 以训练不及要道理 要想定当人不让的事业充满爱知识 把这份排骨送到第一份客户的手中吧 要不然就凉凉了 老公 祝你低单生意顺利 马到成功 怎么样 买了多少钱 老公 你真是太棒了 咱们家真的是要发了 三十七块五 我们离上市真的是值一可大呀 三十七块五 对啊 还没有加上你开车来回的邮钱 和我们付出的时间成本 三十七块五 对啊 但是还没有算上你开车来回的邮钱 和我们付出的时间 就别重复了 好笨 周末的热身让江潮彻底的清醒过来 我们都爱发梦 而且只爱发美梦 当你的另一半贸然发梦的时候怎么办呢 给他看看噩梦 把他瞎醒 噩梦 你还不听见 我 喂 老公你去哪里了 怎么还不回来 我等你吃饭呢 啊 你又在外面吃饭呢 对 为了我的创业做准备 我要把成立好吃的餐厅全吃一遍 啥 当然梦想还是要坚持地 万一实现了呢 关于今天探讨的这几个问题 电视机前的您有没有同感 记得要多来我们的官方微博留言 或者是吐槽 说不定您的故事 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感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节目